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说到生活 咱们大家伙肯定都特别关心健康问题 很多人有习惯每年去定期体检 不过体检也有体检时候的麻烦 比如说您要从里到外查一个便的话 最少得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有没有一些快速的办法 让我们稍微一检测 花不了太多时间 就知道可能我这个年纪大概哪些健康方面 我存在着危险 然后我再根据有专项的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张建峰是秦皇岛市一家公司的部门主管 这几天他正在为一年一度的员工体检做着准备工作 每年这个时候他都非常苦恼 比较耽误工作 然后从员工的角度来讲 还为了保障健康还必须体检 这也是我们一直比较苦恼的事情 让张建峰烦心的是 每次体检 每个员工至少要用半天时间 有的员工因工作脱离不开 还需要抽空往医院跑几次 每次一次体检 真的持续两三个月才能够体检完 能短时间内完成公司全体员工的体检 尽量少的耽误工作 是张建峰的一个梦想 又到了今年公司该体检的日子 张建峰听说有这样一家体检机构 和常规体检不太一样 只需要五分钟时间 就能完成一个人的全面健康筛查 并出具报告 对此张建峰有点半信半疑 但是他还是决定亲自打探 并体验一下 但是和CT的原理是不一样的 检查一次有多长时间 大约五分多钟 这个辐射大吗 这个是没有辐射的 您来体验一下吧 来 您请坐 我需要给您建立一个档案 怎么称呼您 张建 您的出生年月日 76年 您的血型 麻烦您到这边来 称呼的身高体重 请用右手握一下去经验稿 请您坐到检测座椅上 请您脱掉鞋 光脚踩在电机板的中间 这样吗 对 给您戴上头部电机帽 请您双手扶在电机板上 好 可以 不要动 检测马上开始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张建峰坐在了检测椅上 随着座椅被渐渐的移进舱内 戴着电机帽 赤脚贴在电机板上的张建峰 心里还是不免有些紧张和忐忑 因为他不知道 这台机器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 也不知道会不会像CT扫描 X光照射一样有辐射 同时也不知道 检查会是怎样一个结果 准不准确 健康风险评估系统 研究项目的戴头人 2011年2月 他带领一班人 与德法额预防医学专家合作 在国内外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支持和协作下 建立了多个生物电阻抗检测试验装置和研究平台 人的身体本身其实是一个电导体 那么健康人的电阻率是一个标准的素质 那么当身体的各个脏器发生病变之后 或者存在的潜在疾病的时候 它的电导率将发生变化 我们根据这发生变化的电导率 将判断各个器官是不是存在的风险 在健康风险评估系统内 有一个数据库 数据材自十万个 不同人种 不同血型 不同年龄 不同身高 体重的人 当受检者的生物电信号采集到设备里面 系统对比数据库数据后 就会自动重建一个3D图像 可以直观地看到各个器官存在的病变风险 而且根据风险的大小进行分级 提示哪些是可以忽略的风险 哪些是应该重视的风险 或者必须要去医院 进行某方面再诊断的风险 它通过五个部位 包括两个手 两个脚 还有一个头 五个电极 经过一点几伏的一个电流 相当于过去咱们弄点小灯泡 人体没有任何感应 手放在这 脚放在这 它就靠人体的刺激电流以后 引起人体一个阻抗的反应 包括你正常的生理的一些阻抗 和病理的阻抗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它乘出向来是不一样的 这一年的7月 健康风险评估系统刚刚在青黄岛诞生 就参加了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览 临床实验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同时进行 结果我们经过近两个月的检查做了大概有八十来例 经过骨客和我们影像科的医师共同分析 发现他的临床复合率达到了96%以上 五分钟后 医生告诉张建峰 检查已经完成 报告随即被答应了出来 此时张建峰急切地想知道 这台健康风险评估设备 到底能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很简单的那时候结果就出来了 然后也告诉我哪一个方面有问题 检测结果正确与否 张建峰再去医院求证 请继续收看科技周特别节目 见 这个是我们刚刚检测五分钟 通过仪器检测的您各个器官的生物活性 我们这系统是有风险柱提示的 一般绿色我们是代表可忽视的 然后浅蓝色代表的是一级风险 深蓝色是二级风险 达到黄色的时候您就要注意了 达到红色的时候就是一个风险的预警了 所以从图上来看 您现在来说是有两个风险提示的 一是存在您的消化系统 二就是您的骨骼系统 您除了这两个以外 其他的没啥大问题 对 其他的就是一般的这种风险给您提示一下 但是您也需要加以注意 消化系统现在我们提示 肝和肠道有个上行感染的倾向 加上肠内膜渗透性增加 会影响到你整个剂体的消化和吸收 然后病毒性或药元性性度肝损伤的倾向 加上我们现在检测的生化指标 所以不排除您有这种脂肪肝 饮酒 或者是其他的药物所对的肝部 有一个轻度的损伤的一个现象 全骨酮现在是升高的 已经超出了 已经超出我们的正常电阻质范围之外了 这个全骨酮是影响到血压的一个因素 因为血压有点偏高 对 排除您有波动性高血压的一个风险 高多少现在测不出来 对 我刚刚已经给您解释了 我们测的是整个影响血压的一个激素 一个激素的值 这个是整个脂肪 从头上来看您要注意您的颈椎 尤其是在您颈一到颈三的这个部位 从头上来看 不排除您是长期复安工作导致的颈椎 现在来说是一个疲劳的一个现象 检查过程简洁方便 只一会儿的功夫 系统就给出了人体八大系统 二百零一项系统功能值和参数 但对于健康风险评估系统给出的结果 张建峰有些意外 因为一项身体很好的他 去年在医院体检的时候 还没有这些毛病 怎么系统就提示 血压血脂都有不正常的倾向 颈椎也会有些问题呢 第二天 他来到青黄岛市第一医院 他要求证一下 这个结果的准确性 证据 总理来说没啥 可能看起这个长期这个工作性质疲劳 那这个没有造成这个颈椎蜕变呢 或者是颈椎病还没达到那场 这是您的体检结果体检报告 从您的这个总的结果上来看呢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血压有些偏高 高压呢收缩压呢是140 舒张压呢低压是97 第二点啊基本上就是说血脂的问题 单压三脂有点偏高 然后呢血流变得也轻度异常 医院体检确认了健康风险评估系统的结果 这让张建峰十分满意 但他还有一些担心 那就是检查过程会不会有辐射 我们的编导也带有同样的疑问 于是我们找来一个手持式电磁辐射检测仪 首先我们测试了手机接通时 发生的电磁辐射 确认了检测仪的灵敏度 来测一下 看没有 没有 没有 没反应 要是 康的位置 有没有 有没有 康的这 没有 康的这 没有反应 没任何反应 不仅如此 更让张建峰满意的是 这套健康风险评估设备 除了给出风险报告 还为受检者出去了量身定制的治疗建议和饮食建议 以便对疾病进行早期干预 张建峰先生还测算了一下健康风险评估系统 他的花费是多少 成本因素我们必须得考虑进去 他的成本目前看的是500到800元之间 这个价位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 可是你想一想 如果您没有医保 咱们去医院 想要做一个详细的体检的话 每一项算下来 那个花费要远远超过健康风险评估系统 有了这套系统 我们简单的查一下之后 知道自己大概哪个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 再去做详细的检查 省时省力 而且还省钱 好 那么说完了健康风险评估系统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此次科技活动周当中 跟咱们人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亮点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台按摩机器人 酒鬼老谭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机器人也会按摩 冰冷的面孔也有温柔的体贴 请继续收看科技周特别节目 健康好帮手 最近一台按摩机器人 被安置在了北京武警某部医疗队 这个机器人是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器人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协作 共同研制成功的 它的到来在武警官兵中 引起一阵轰动 一台冷冰冰的机器也能按摩 战士们确实感到有点新奇 在部队 由于高强度的训练 战士们的腰背及腿部 容易发生疲劳和损伤 以往 战士们缓解这种疲劳和损伤的主要方法 就是互相之间进行推敲放松 现实生活中 许多人 包括老年人 也都存在着长期反复发作的腰背部疼痛 这种成钝性胀痛或酸痛不适的症状 时轻时重 千言难遇 医学上称为腰肌劳损 什么是腰肌劳损呢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 就是腰部的肌肉 劳累性的 积累性的那种损伤 中医把它看出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腰肌劳损 是局部的经脉气血不通畅 经脉气血不通畅 然后就导致了我们腰部的筋筋 就失去了乳氧 在这种情况下 会去产生了疼痛 腰部是人体的终点 腰底关节是人体唯一承受身体重力的大关节 是腰部活动的枢纽 无论运动还是活动 这里的关节比全身哪个关节承受的力量都大 关节的活动都有肌肉的参与 所以腰部的肌肉容易发生疲劳和损伤 我们的腰这个肌肉 我本来是各个方向都有不同的受力方向 不同的这个负责不同腰部的不同方向的运动 我们的肌肉是这样分布的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如果它都粘连到一起了 粘成一个坨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们活动起来 这个腰就感觉到僵板不舒那种感觉 不舒服了 发源于中国先前时期的按摩术 经过两千多年的积累流传 逐步发展形成了现在的中医推纳学科 按摩成为治疗腰际劳瑟 最常见的表发之一 腰部的肌肉在整个凝成一块的时候 在做各种各样的活动都不太方便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需要把它能够让它各自恢复原状 各自欺质 这样按摩就可以把这个中间的 它这种联动的状态 让它慢慢的得到几处 然后最后缓解疼痛 这台按摩机器人就是研发者 遵循这一思路而设计的 研究者期望机器人 能够代替按摩师的手进行工作 不知疲倦 他先定位 他已经找正位置了 已经找正位置了 对 按摩的话 它最早来说 从它本身的起源来说 就两种手法 一个是暗 一个是膜 暗我们说 它是一种本身的上下的浮动 膜的话 咱们所说就是这种浮膜 随着本身人们对于按摩的认识 以及按摩的理解 所以它的手法不断的完善 就远远超出了原来的两种手法 目前在临床上 主要有推 拿 按 磨 脸 打 揉 搓 等几十种按摩手法 这些手法主要是通过 它的力学轨迹来划分的 按摩机器人的设计者 提取了最常用的四种手法 一个是指揉 就是现在这个姿态 然后是弦缘九十度 一个是掌揉 还有掌揉之后 它那个震动的时候 就翻过来 就再翻过一九十度 就是靠这个震动 再一个是滚 四个手法 这四个手法组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主要是针对腰级老审 这种这个食阴诊 来进行按摩和康复 那它这个力量 会是怎么控制的 这力量这里面是有个传感器 就是你这 当那个他和人接触的时候 这个力量通过这个传感器 实时检测 实时检测到了以后 这个控制系统 看跟刚才 跟那个专家的那个按摩力量 做一个对比 看是不是达到专家的力量了 为了让这个按摩机器人 更接近按摩师的 按摩力度和频率 设计者在这副手套里 装了两个力传感器 一个是在掌部 一个是在拇指的端部 通过传感器 计算机会采集到 按摩师的动作频率和力量大小 程序会让机器人 能够接近一个 按摩师的治疗效果 这个按摩这个蓄物 非常重要 它是从这个机器人 是怎么实现的 这里面有个摄像头 摄像头的话 它自动识别是摄像点的位置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 代替按摩师的眼睛 来找这个位置 胡教授告诉我们 这个按摩背心 有几个贴在上面的标记点 这些标记点非常重要 是由医生对患者诊断后 决定贴在什么位置的 摄像头找到这个点后 机器人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为了保证患者的安全的话 我们采用了两层的那种按摩控制 一种的话 就是在按摩力量 超过一定值的时候 那个系统 就是这个缺带器采集到这个力 一个超过它的设定值 它就会自己系统往上走 另一个的话 超过十公斤以后 这个机械线位 它有机械线位 机械线位脱离了它动力系统 就不会再进行按摩的那个动力操作 胡磊教授和他的助手 把按摩机器人安装调试好后 战士耿彪和张浩 首先体验了这个按摩机器人的按摩 请注意 机器人开始注位 按摩 按摩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蒸发按摩 现在开始 蒸发按摩 摸发按摩 祈祷 现在开始滚动了 感觉力度 还有它的长法 还有这个特别是滚动的时候 特别舒服 这是能缓解 就是在训练当中 一些腰部的一些疲劳 然后感觉还挺舒服的 按摩机器人这个平台 也许只是一个雏形 可能还需要从很多地方改进它 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 我买它 还不如去买一个专业的按摩椅 没错 仅从外形上看 它没有按摩椅美观 但是你想想 按摩椅到底能够给您提供多大的力道 按摩椅就一定非常符合您的需求吗 可是如果这个按摩平台 再经过进一步改进的话 它可能能够胜任半个医生的职责 它对手指的力度 它对按下去的部位的准确性 可能这是一般按摩医所取代不了的 那么今后这个产品如果真的一旦进入市场的话 可能真的会受到不少人的欢迎的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 此次科技活动周当中的